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4月23日的赛事 有两匹马值得你留意的 在说这两匹马之前 首先我要在这里恭喜上一次赛事 即是4月19日的谷草夜赛 我们又有不少的职业牌的计算票 用者这一天是轻松的 用几百元我住 是收过曼的 其中有大部分都是运用了我们赛事前 向你提供的两匹有分头的冷马 就是第六场 4班谷草1650米的弹球快活 还有很棒的 结果这场赛事 这匹弹球快活跑第二 很棒的跑第三 这场赛事有不少的用者 握着这条单棍 去跟自己的深水Q过关 我们说单棍的意思就是QPQ 是两注 这场赛事虽然这两匹马不是串Q 但他们是串一条位置Q 就是五六 而这条位置Q是派109.5 差不多有百日元 那就是换言之 如果你握着这条单棍 就是QPQ 和你自己的深水Q 买二串一过关的话 其实都是将你的Q 原本要买的Q乘2而已 那就是说结果这场赛事 这条单棍 顺利就帮不少的用者 成功成为变倍器了 就是跟他们自己的Q过关 有非常多的用者 是这样买而找到食的 那当然啦 也有不少的用者 是利用了这条的双胆 是买单T过关 这场赛事有不少的用者 就是握着这两匹马 做双胆 买单T过关 那如果这场赛事双胆 拖这四匹 其实你看到啦 也是中Q T 四同载的啦 是不是 那如果我连于不胆 拖5的话 当然是中Q啦 有些朋友就拿着这场赛事 卖Q过关 也是有收获的 那如果拿着双胆 卖单T过关的话 这场赛事拿着5、6 拖1、3、40 2拖4 都是4注而已 成本是40元 那结果这条的单T 是派510日文的 那当然也有用者 在这场赛事 是买三红彩 双胆 那这场的三红彩 是派29 那当然这场的四红彩 也是中卖的 那其中有些用者 就拿这场赛事 单T 和第一场的 五班千百米 买单T过关 那这场由于是五班赛事 那就不少用者 就参考了我们 4匹马 是买湖村 那湖村 4匹马的单T也是4注 那就是15700 那结果这场赛事 15700 湖村 其实又是Q T 四红彩 那这些用者 就和刚才那场 和这场买单T过关 那湖村四匹 是四注 和第六场 的四注买 就是10元一注 是860元的成本 结果这场 当然是中单T 这条单T是排三七七 结果一百六十元的成本 下注 就收1万9元了 我就在这里恭喜 中这两场 单T过关的朋友 那当然也有用者 就和第五场 买单T过关 就拿着这一批的胜利财子做胆 就拖四批 那一拖四单T的注数是六注 那就是刚才第六场四注 乘6注就是二百四十元买 结果胜利财子跑第一 财进跑第二 勇眼光跑第三 一拖四也是中 QT的 那这场单T是排三百六十五元 那有用者就买这两场 成本是二百四 就收八千四文 我也在这里恭喜这群用者 那也有几位用者 和第三场买单T过关 那他们这一场是 拿着八姓名区 较有分头的马 因为九九围攻是点几倍的 那他们拿着次门八姓名区 来拖期如果四批 结果如果这样做的话 也是中QT 当然单T也中了 那这场单T还好分是 派七八零四元 所以有几位用者 和第六场 和第三场 卖单T二寸一 十元一注成本二八四 是收三万五的 那我就在这里 恭喜这群用者了 好了 说回今天的赛事 第一批值得留意的马 是第八场三班田草千叶米的 八号马 结出汉字 这批马 现时也是一批 7.5倍的半难马 为什么这批半难马 值得留意 如果你去第八场 实力马那里看 你会看到这场的赛事 是缺乏短途的磅头实力马 是吧 就是说这场的赛事 可能那个报处 属于中等 甚至偏慢的机会是较大的 换言之 遇到这样的场合 具备前速 可以咬在前面走的同情实力马 而且没断懂得加速的 同时时间指数是正的马匹 其实是这类的赛事 就特别值得你留意了 那如果你看 这批就是同情实力马 而其中其实是 只有一批马 是具备前速的 就正正是这批的 结束汉字了 他是前仗咬前面走 做一个正的头断的 不单止这样 他没断懂得加速的 正的0.33 当然他本身的时间指数也是正的 不单止是正的 他的正的时间指数 和同情的实力马 来比较的话 他是凸了出来的 你透过看他的本身时间 1分08.66 可以看得出 那就是说这场的赛事 这批马是有较大的机会 咬在前面走 就是说他在短途的跑快占优 第二他没断又可以懂得加速 第三他本身所做的时间 又是好过其他的同情实力马 会然之 这批马在前面走 形成转入直路之后 他仍然可以加速的 再加上他做的时间 是这场最佳形成其他的同情实力马 要追到这批马的机会 是相对来说是较小的 OK 所以在这场的赛事 其实这批的质身马四岁 结出汗子 有七点多倍的半篮分头 其实在这场赛事 是属于一批直拨的同情 实力冷马 所以这批马这场赛事 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而今天第二批值得你留意的马 是第三场四班田草 一千米直路赛的14号马 连连胜利 这批连连胜利 现时也是一批六倍的半冷马 为什么这批马值得你留意 如果你去第三场实力马那里看 由于这场是最短的直路 首先你要留意的就是同情 放头实力马 具备前速时间指数是正的马匹 你看到这场赛事 曼仲力德是唯一一批同情的放头实力马 但它的头段是慢 时间指数也是慢的 换言之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就要留意时间指数是正的同情实力马 那如果你看这批同情实力马 其实时间指数正的是 只有一批 就是这批的连连胜利 而这批马也是一批三岁 刚刚起步的质身马 在这场赛事 它的末段指数 它预计的步速是一场快步速的赛事 而做一个正的时间指数 其实是不简单的 因为在最短途 一千米 如果预计快步速 你是忠厚想 没断还要加速 没断还要加速 而做一个时间正指数的话 其实那个难度是比较高的 其实你可以幻想一下 如果你参加一百米 就是田径 跑步比赛 而前面领先 那个运动员是非常之快 而你开头是忠厚的 你想一下 这么快的 这么短途的赛事 如果你要冲赢前面 那个运动员 你想一下 那个难度 其实是非常之高的 OK 所以你看到这场的赛事 488赛事 其实作为一场 不错的高水阵赛事 如果你去 去 这里 打488 是不是 你看到 放头赢那一批飞放 那一批不可挡 树像是三批同城 也都是入Q的 那年年胜利再跑 他都入Q了 同城 那在他后面 回来的那些 凌理标区 福果宝 都在四批短途赛 分别赢马 和入Q的 所以换言之 这场的 488赛事水准 是不低的 在四批来说 OK 那当然这批马 值得你留意的原因 是这场的 同城实力马对手少 和这批对手的实力是非常之一般 所以无论这批的年年胜利 在头段 是吧 末段 和时间指数 它都是凸了出来 所以这场赛事这批的 质身马 半冷马 年年胜利 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好了 都是那句 如果你还没有职业排位计算表的话 你不可以再等了 因为你已经连续错过了 非常多的 用几百元内住 而可以缩个万的机会 在未来的赛日 你绝对不可以再错过 OK 所以我建议你 现在立即按入这条片的下面 如要订阅请去以下 立即按入去 你就可以立即拥有这个表了 记住拥有这个表 你每个赛日的成本 更便宜 买马保 但是 你买马保 未必可以帮你找到食 但是当你有职业排位计算表 在手的话 情形就会完全不同 因为 在未来的赛日 用几百元内住 而可以收数千 甚至过万的 各位人士 就是你了 请不吝点赞